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天講的這宗新聞是關於上班的事 也挺好笑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標題是這樣的 KTV業績未達標 店長帶領跪地爬行 員工不覺得是侮辱人格 發生在吉林省寮原市的一間卡拉OK 這間卡拉OK因為上個月的業績不好 所以上個星期三有十多名員工 在店長帶領下沿著牆邊跪地爬行 期間他們高叫口號 兄弟同心 奇利斷金 有被罰的員工接受訪問時 表示不覺得人格被侮辱 否則都不會爬 當日有十多名穿著黑色衣的員工 集體在大堂沿著牆邊低頭跪地爬行 彷彿一條人形誤工 那套戲很噁心 其實有沒有人喜歡看的呢 我自己是看得到作偶都看不完 很噁心 我覺得亂到屁股那裏怎麼搞的 並且高喊 兄弟同心 奇利斷金 有媒體上個禮拜五找到當中的員工求證 對方表示有關片段是內部員工拍攝的 因為那個位置應該是沒有客人看到的 而公司首次用這種方式懲罰員工的 當時店裡是沒有客人 就說 業績和目標是上個月初定好的 領導帶頭爬 最前面的就是店長 之後就是三個經理 被罰的員工都是比較接受的 就不覺得是侮辱人格 否則都不爬 啊 屌你老母 這群人做人做到你這麼賤 屌你老母 臭在領導賤 屌你老母 店長又賤 經理又賤 個個都賤 你的員工就跟著賤一份 這麼賤過癮 不少網民批評這種懲罰方式太侮辱人 就說這種侮辱式的企業文化實在太可怕了 都不能夠把自己的員工當是人這樣對待 就說這件事都是幾乳皮的 就說男人貴天貴地貴父母 室下有黃金 這麼激動的這個網友 最後一些補充資料 就說其實中國不時都會傳出員工 因為業績不達標而被罰 就說在2019年8月的時候 在貴州的一個不知什麼的苗族自治州 獨山縣一間建財公司 有些員工又是未達標 居然罰一些員工 生食泥抽 飲雞血 我屌你老母說是刺癮 接著又說 今年6月就是罰一些員工吃憂癮 另外一間店 還有吞一些活的泥蠻 嘩你老母吃完會死的 有沒有寄生蟲 然後這個好一點的 這個罰一些人拿跑 嘩你老母就是刺癮 又拿跑 又吃憂癮 又吃泥蠻 又喝雞血 嘩這群人真是很瘋癮 這麼有創意 真是刺癮癮 這些我都不懂得形容 很恐怖 實在太瘋瘋狂了 屌你老母 誰做得出這些事 這些工呢 真是瘋癮癮癮 即是玩了跪地又勾叫 但其實最瘋癮癮 不是份工 而是這群瘋的心態 其實這群瘋癮 其實他們是覺得沒問題的 這群員工 他們那個勞性 是重到不得了 我以為做過那些欠錢 什麼蜜金蜜金 傻欺金 資產學管 才會洗到人家 但原來大哥 回一份K房 都要被人洗腦 即是大開眼界 多謝這家卡拉OK先 提供笑話一則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 照舊跟大家分享這家新聞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